1909年 一位法国摄影师曾带着他的相机来到中国 为百年前的中国留下了许多彩色照片 这名摄影师名叫阿尔伯特·卡恩 在卡恩的拍摄下 记录了很多晚清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 而不管是他们的样貌还是生活 都和影视剧中所呈现的完全不同 大家好 我是谭说历史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 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卡恩镜头下记录的满足女子 既不像影视剧中所呈现的那样白皙 纤细 又不同于画师用画笔描绘的人像 卡恩相机下的满足女子 有着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 在装束上 她们多着其装 身穿长袍 长袍外照着砍肩 脚上穿着长筒的白袜加花盆底的鞋子 头发竖成齐头 也有女子将头发竖成长辫 戴着帽子 脱似男性的装扮 这是满足女子出嫁时的样子 卡恩拍下了一位满足女子出嫁时的照片 照片中 这位女子身着红装 手持扇子 周围点缀着鲜花 装束十分时尚 女子的婚服与传统的满足婚服不同 似乎有受西式风格的影响 卡恩的相机 不仅拍下了这些美丽的满足女子 还像档案一样记录下了清朝末年时 民间百姓的生活 生活的苦难在人民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卡恩相机下的底层百姓形容枯稿 两眼无光 衣服上补丁落着补丁 甚至有人穷的连打着补丁的衣服都没有 居住环境也极差 这是对清代饥荒的生动描绘 清代官员面对鸡民的要求 摆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他的脑满肠肥和鸡民们的骨瘦如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受灾的一家三口 父亲 母亲和女儿 这也是当时最常见最真实的影像 鸡民们衣衫蓝绿 精神违靡 看不到任何希望 为了躲避饥荒 很多人选择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外出逃荒 徒为一对逃荒的父子 父亲身患重病 举步维艰 只能扶着儿子的肩膀 竹着一根竹竿一点一点往前挪动 有的人走着走着 便再也走不动了 几名灾民坐在窝棚前 衣服破烂 瘦得像只小猴子一样的孩子 坐在地上嗷嗷待步 大人们面对这样的情形 只能表现出无助和无奈的神情 趴扶在窝棚前地上的老人 上了年岁的身体 已经拖累着他的行动能力 而饥饿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当时 清政府偶尔也会象征性地下播一点震灾量 但是被各地官员层层盘剥 到了百姓手中一所剩无几 即便如此 饥饿的人们依然巧手盼望 装着救济粮的船只到来 这是一处发放赈灾粮的地方 为了防止被轰抢 鸡民们被粗大的木栅栏 隔离在外面 事实上场地内的粮食数量 也并没有多少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 当年北京的道路有多糟糕 一辆运货的驴车 深深陷入到街心的烂泥潭里 旁边围着很多看热闹的人 前面的驴子倒十分静硬 用尽全身力气倔强地往前拉着 低洼的街道 因为之前的落雨变得泥泞不堪 一名人力车夫拉着客人 尽可能地寻找着干燥的地面通行 两名衣衫蓝绿的乞丐站在街头 干瘦的身体 没有任何希望的神情 看着令人心痛 德聚山牧场门前的空地上 站在几名代价示众的囚徒 这是清末时期的 惩罚犯人的一种方式 在对囚犯进行羞辱的同时 还可起到警示路人的作用 囚犯旁边 有一名身穿制服 手拿棍子的巡捕在监视 两个孩子和一名妇女 正围在通过镜头看机箱里的风景 这种娱乐设备 因能看到的画面 多为外国风景而得名西洋镜 在北方的一些地区 右脚拉阳片 一群男子坐在一座大门前的台阶上休息 守着轿子 等待客人的两名教夫 利用这个时间做起了个人卫生 一个教夫映着强烈的阳光 给同伴捉头上的狮子 一群在街头示众囚犯 其中有带着穆家的人 他们所犯的罪行相对较轻 罪行比较重的责人被囚禁在站笼里 这种站笼比较低 虽然犯人的脖子被卡在外面 双脚还可以着地 不会因体力不知而弊命 圆通寺内的三名僧人 站在中间的成年人 因为缺点得了大脖子病 两边的小僧人都光着双脚 衣衫褂褂活像两个叫花子 他们或许只是为了能吃上一口饭 才出家当了和尚 却依然无法摆脱穷困 这是街上的说书人 一条长凳 一张木桌 上面放着一把水壶 与我们想象中的说书人的样子有些不同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感激的画面 里面有三个男孩看着镜头 显得比较迷茫 老太太手中拿着筷子 应该是准备家盆中的食物 在旁边一行 有几个男人正在进行交易 虽然不知道卖的什么 但是看得出 穿蓝色衣服的人对此很感兴趣 像这些残酷而真实的照片 卡恩还拍了很多 他拍摄的对象 大都是社会底层之中最普遍的角色 而且他总是能够通过最简单的构图 来反映最真实的社会问题 其实照片的意义 除了留下最美好的瞬间之外 就是展现最真实的一面 相比于那些片面性的黑记者 只有卡恩做到了 用照片反映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好了 本期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